优优独立 小龐 小龐 小龐这次要挑战的是 捡栗子 说到栗子 就让人聆想到 他那长满了刺的外壳 小龐能不能顺利捡到栗子呢 天才黑猩猩小龐 和派档的牛头犬詹姆斯 共同挑战小帮手任务 小龐和詹姆斯的 小帮手大挑战 秋天的美食 开开心心捡栗子篇 小龐背上了竹篮子 手上还拿了一把 捡栗子不可少的夹子哦 栗子园就在附近 小龐在出发前 才第一次背着竹篮子上路 公子先生这一次也跟在后面 愿意地守护着他们俩 两个小渣伙 这次要去的是 离田地不远的一座农场 那里就可以捡栗子了 只要继续往前走 就可以看到农场了 没想到 没想到 以前竟然出现一只凶热的大狗 大狗突然开始狂吠 小龐因为害怕 根本就不敢继续往前走 结果 加米斯竟然自己先跑了过去 只剩小龐独自被留在原地 这时候 小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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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做什么 竟然躲在竹篮子里头 竟然躲在竹篮子里头 总算是胜利通过了 就这样 两个小家伙抵达了农场 公泽先生事先已经取得农场主员的时刻 也帮小龐付了入园费 然后 小龐 小龐和詹姆斯来到了栗子园 当然 也已经事先告知其他游客 两个小家伙要来的事 好 小龐也要开始捡栗子咯 但是 他到底会不会使用夹子呢 结果 小龐看起来干净十足 他拉着詹姆斯加入了大伙的行列中 开始寻找栗子 可是 栗子园的地上掉落了很多空的秋果 两个小家伙好像有点更不难行耶 就在这时候 小龐找到了一个好大的例子哦 小龐 他能用夹子顺利把栗子捡到篮子里吗 啊 掉到外洞去了啦 好 这次要好好捡哦 小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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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地把栗子丢到竹篮子里咯 好 接下来 小龐 小龐成功地把栗子丢到竹篮子里咯 接下来 不愧是小龐 不愧是小龐 之后他又捡了不少栗子 不愧是小龐 之后他又捡了不少栗子 说说说说说 小庞捡到了很多栗子 可是 小庞看到的是 原来一般来说 捡栗子都会把球果给去掉 只把里面的坚果带回去 不过这对小庞来说是个大难题 因为工作先生根本没有教过他 小庞决定 把辛苦捡来的栗子 全部从栗子里面倒出来 然后一一把外壳给剥掉 可是 其他游客都是用鞋底踩住外壳 然后把栗子给夹出来 但是小庞他 没有穿鞋子 到底他要如何把栗子给夹出来呢 小庞究竟要怎么做呢 小庞 這一次他決定要用手 但是小龐不放棄 想盡辦法要把外殼撥開 小龐竟然跳進竹篮子裡 然後藉由跳躍的力道想要把外殼壓扁 原來如此 這樣腳底板就不會透了 最後他成功地利用竹篮子把外殼撥開了 小龐爬了起來 再度跳進竹篮子裡 繼續努力地跳躍 小龐好像很樂在其中 就在這時候 超過刺大了他的頭 小龐你沒事吧 太好了 看來好像沒什麼大礙 好了 把吃掉外殼的栗子全部放到竹篮子裡面 請看 小龐撿到了這麼多的栗子呢 真是大豐收啊 真是大豐收啊 小龐 詹姆姆辛苦你們囉 辛苦你們囉